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最近我在台灣Youtube看到一盒眼影 是有讚舞壇的,所有人都用過 所以我一直都很心思思去買 我終於買了回來 就是Kai Beauty的這盒火星眼影盤 這類型的九宮格眼影盤 坊間無論是專櫃也好,開解也好,已經出過很多 亦都是很多這類型的紅紅啡啡配色 是很鬼打牆的,我知道 但由於它的好評不絕,負評幾乎是零的關係 我都入手了,因為實在太心動了 所以今天會用它來化一個眼妝 我都買了它們的眉粉和Mascara 順便一起做一個review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那我們就開始吧 大家看到我已經有用過的痕跡 它是有一些霧面的眼影,一些有珠光的 甚至是亮片的眼影都有的 我現在用的一個牙色 希望可以先打亮我的眼皮 因為眼皮真的很暗 雖然今天我穿得很隨便 我是想塗大電色的 但我想大家應該都是想看它紅色的表現 所以我就用比較偏紅的顏色化一化妝 我們用中間的那個,一點點膚粉色的顏色 畫在雙眼皮的位置 你會看到它的顏色是很顯色 而且一點都不會飛粉 是一粒粉都沒有掉出來的 一樣很悶的畫法 我也是畫在下面的眼線 我懷疑上面在裝修 然後我們就用左下角 我們用這個紅色的顏色 你會看到它有閃粉 但那些閃粉絕對不會掉到下眼皮 它是可以抓得很緊的 然後一樣用最深的啡色 先打開眼線 它這個顏色是很深色的 所以一個不注意 你打開了一點點 它就會變成一個smoky eyes 會比較濃的 所以要輕手一點 輕手一點 它最底的金色呢 畫這個眼頭啊 下眼線呢 真的漂亮到超級正 它是立刻可以打亮了眼頭 我再加一點點在眼線位 那中段我覺得可以加一點點古銅色的 有一點點顏色漸變下去 那就不會突然紅色啦 然後就是金色這樣 那最後呢 那最後呢 就用手指 點回這裡 加在中間 做一個立體感的 現在看到這個金色 超漂亮的 超級無的喜歡 好了 我終於可以畫眉了 我看著畫面覺得很奇怪 沒有眉大畫眼睛 那我也是買了它們 KARBEAUTY的一個眉粉 這個色號是LATE 它附送的這個呢 就是一邊眉刷和一邊海面棒的 反而就是沒有平時的螺旋刷的 我原本以為 眉刷一定要比較硬 比較實 才能畫眉 是可以做到一個角度出來 但是 它一樣是可以顛覆了我一路以來的一個觀感 它是非常之軟熟 但是軟熟得來 又有適量的彈性 那所以呢 是可以做到畫眉 是超級無的畫到到位的 你看到它是一筆都沒有出過界的 而且它的海面棒是比得非常好 它是可以調整 但是呢 又不會用手指這樣一揉 擦掉它 到最後呢 就會是KARBEAUTY他們的MASCARA 它們的刷頭是非常幼細 就不是那些很粗的那種刷頭來的 最近呢 我的眼睫沒有了 所以塗出來的效果呢 我就覺得 沒有那麼漂亮 沒有其他人塗得那麼漂亮 這一支MASCARA呢 其實它可以做到那個效果呢 就是捲竅 還有根根分明呢 是可以做得很好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濃密度呢 就不算說非常之優秀 如果你本身的眼睫毛呢 是比較長身的 這一支MASCARA是可以塗得很漂亮 但是如果好像我本身這樣 眼睫毛條件 不是特別優秀的人呢 我覺得可以的 但是就沒有上網說到 那麼神級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了 你看到塗了和沒有塗 是有分別的 但是那個分別呢 就不是非常非常之大 好了 我已經用完我入手的三樣化妝粉 化了效果給大家看了 現在就想做一個總結的 首先說這個火星眼影盤 我覺得它是名不虛傳的 這個所有的顏色 基本上你無論白皮膚也好 好像我這樣健康膚色也好 你也是用得完 無論你像我今天這樣 化過比較紅的眼妝 或者是用這三種顏色 去做一個大地色眼妝也好 都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我覺得 真的明白為什麼它會沒有負評 但是我想說它的小缺點就是 它很害怕 它的價錢就是980元台幣 即是大約250元港幣 定位是在開架和專櫃中間 但是它的粉質絕對是可以比美專櫃的 所以我覺得不算特別便宜 但是我不會覺得它不值 而第二樣我也是覺得推薦的 就是它的合眉粉 這盒眉粉是580元台幣 即是大約150元港幣 都是說便宜 一點也不便宜 但是說貴 我覺得它是值得的一個價錢 因為它的眉粉粉質 實在是非常幼 非常好 而且它是偏灰灰的顏色 它是不會塗上去 覺得有點偏黃 或者是不搭頭髮 它是很搭到膚色 如果你說用來做陰影 我就覺得不太可行 因為始終都是比較深色 而另外這隻比較淺一點的顏色 你會看到它是灰啡色的 其實都可以做到肥影 不過要自己就力度 而且我覺得除了眉粉本人之外 它這個橙是加了很多很多分 它是非常有彈性 不會擦開 但是完全不刺眉的一個眉刷 真的很好用 而且它這個擺棉棒也做得不錯 雖然如果有一點點意見的話 我也是希望要多一支本身的眉刷 但是我接受 因為質素實在太好了 然後最後一件事 就會是Mascara 這個反而是我覺得不一定要買它的 它的價錢是480元 除了大約$130左右 以這個價位來說 我覺得可以買到很多差不多質素 或者比它的眉刷更好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不一定要買 我是在他們的官網買回來的 直接寄回來香港的 無論寄多少也好 好像如果不超過某一個KG 都是$500台幣的運費 是很貴的 你知道嗎 那個運費是寄DHL的 也算快的 由我訂購那天到收那天 應該都是五天左右 就已經可以了 如果有朋友去台灣的話 應該就沒有門市的 那就要寄去他們的酒店 但是在台灣買 就會在另一個網 也是官網 它有分國際和台灣 就應該是有買滿 所以如果大家去台灣的話 就可以趁這個機會去買 這就是今天我對這三樣化妝品 和這個品牌的一個review 希望大家喜歡看這類型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即是六天到三天 即是日間到12點 即是日間到12點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